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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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件事之所以会发生 会形成 很多条件放在一起 所以你拔走 这些条件 它就会搞定 所以这个就是清理 你明白吗? 我们小时候玩一个杨茜茜 你当那一道杨茜茜 是你不想要的结果 即是你现在的拍不到拖 或者你的健康不好 或者你事业运好制 或者你存不到钱 是那个杨茜茜 那你要怎么做? 你拔里面最重要 hold everything together 的那个 element 你拔走它 then the whole thing is going to fall apart 你明白吗? 整件事就会散 那一个跟述数不同 述数呢 述数呢 它就是告诉你 根据你所谓的八字 你的命 应该会怎么样? 就是 你过去生世 带来这一生世的 因果组合 是什么时候 会产生什么结果? 所以呢 它这个推断 是根据你这一世里面 没有重大的改变 它就会出这个数值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大善大恶的人 会发生什么事呢? 当你一个大善大恶的人的时候 整件事是改变了 你做私食 你做烟共已经改变了 我也是一个真正的例子 就是我自小算命 十个有八个就会说我是做儿子的 不会有老公的 然后大部分就说我结不了婚 但是怎么样? 为什么我之前不说的事情 我现在才说 因为我之前还没结婚 我现在结了婚 我老公有一个绝世好男人 好到不得了 跟他一起就是两个字 就是幸福 这件事本来不应该发生 为什么会发生呢? 难道那些庶民佬 全部集体错了吗? 因为 我做了很多事情 主要是我去年 连结高我 然后查出来 第一次高我 就说 喂 你的家族留给你的 就是感情问题 清了那一段 那一段 我都清了二十多天 然后第二次再查 高我 就说你要调整 你的夫妻工 付着九十 然后 吼 这样 然后就调了 调到英俊之后 我就跟我现在的老公 就在一起 其实我们认识了很长时间 但一直都没有拍拖 但一调完 我们就在一起了 然后就两个月求婚 然后 然后呢 十天之前 就结婚了 我希望你们 都这么开心 不止我 在我自己身上 都有其他客人 清完之后就有波波 很开心 OK